这是一个四工位一体成型机的水泥纤维瓦的生产线 我们正在安装 这是第25天 我们需要建 这个是在中国 我们需要有两个料仓 一个用来装石粉 一个用来装水泥 然后我们有两个这个水罐 一个水罐呢是浑水 一个水罐是沉淀出来的清水 用于供应整个生产线 用水需求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循环用水的 不会有污水的从厂子里面排出 两个料仓里边水泥和石粉 经过两个螺旋收纵 进入自动配料称重罐 由称重罐称得重量 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 都放在浙浆罐里面 我们这有一个洗十年的罐子 一个用于浙浆的罐子 制作成的料浆进入这个储料搅拌供应罐 这个是整个生产线基础的一个汇水池 所有生产线上产生的汇水 由这个棒 达到这个一级浸电罐里面 通过浸电清水走到第二个罐 第二个罐里面用于供应生产线的清水 我们罐子浸电出来的废料 继继续通过管道继续制浆 用于生产线的生产 我们这个是三罐箱的超级制瓦机 除了搅拌罐里面 是一个搅拌器防止物料沉淀 食棉松解松解搅拌器 至中心制浆机 三罐箱超级 每分钟可以做四张罐片 深空脱腿打不起 罐笼上面包裹有两层 一层十字目的筛网 一层九十目的网片 用于将水泥物料中的水和物料分开 真空灌 上面的真空板把毛毯里面多余的水分再次拖出 在成坯机这里 制作成料皮 通过毛毯 毛毯上的物料通过这个橡胶以及光滑的这个柱件表面 光滑的成型表面碾压 形成负压 单接在成型桶上 然后通过G圈一圈两圈的G圈测得的厚度 然后通过这个钢丝盘坯 切断料皮 输送带 顺向切割 四公位的横向切割 这个四公位是脱膜马舵一体级 这个是真空锡盘 然后我们后续的后续的后边有一个百度车 后面再有预养摇 再建一个二十米的预养 然后我们整个生产线设备包含模具一千五百张模具七十八吨 然后整个生产线的总长六十米 需要七个人操作每天可以生产 四千五百张标准的一米八长的十米碗片 纤维水碗片